达瓦茲在维吾尔语中意为高空走索 他是维吾尔族绵延千年的一种杂技艺术表演形式 1997年7月4日 达瓦茲传承人阿迪利·伍修尔 没在任何保险神跨越长江三峡高空钢绳 首次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 如果让你站在数十米高空的绳索上 不计任何保险带 在绳索上走动盘腿端坐 甚至门上眼睛踏着节拍跳舞歌唱 你敢吗 在新加纳就有这样一种杂技艺术表演 他就是维吾尔族的达瓦茲 达瓦茲在维吾尔语中意为高空走索 他是维吾尔族绵延千年的一种杂技艺术表演形式 古时称为走索、高原季、踏软索等等 千余年以后达瓦茲的演出方式 基本保持传统风貌 其表演多在露天进行 特点是把多种多样的杂耍技艺 搬到数十米高空的绳索或钢丝上演练 表演者一般手持要长约六米的平衡杆 不吸任何保险带 在绳索上表演前后走动 盘腿端坐门上眼睛行走 脚下踩着碟子行走 飞升跳跃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技艺 在维吾尔族民间乐曲的伴奏下 高空走索演员踏着节拍跳舞歌唱 迅速替换着高男技艺 表演幽默 场面热闹非凡极富特色 1997年7月4日 达瓦茲传承人阿迪利·伍修尔 没在任何保险身跨越长江三峡高空钢绳 首次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 2006年达瓦茲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随着各民族文化活动的相互交流 达瓦茲也不断揉进一些新的内容 汉族杂技中的顶碗 骑单车 摇花等等 被从地面搬到了大绳之上 使达瓦茲锦上添花 在技巧上除了表演养抚身躯 前进后退 舞蹈翻腾之外 又创造出一些更难的动作 这绳的反弹连续向上跳起 在大锁上急速的跳绳 两位艺人绳上对剑格斗 斗剑时还能互换位置 较织两场对舞切剑不清 大大进了一步 达瓦茲表演是新疆维吾尔族 勤劳勇敢的智慧的结晶 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 立刻璀璨明珠 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表现形式 这样独特的表演你喜欢吗 eze 要杨维一点 词简 1500 actors 跳起 继续文化宝库中华 但合作的找人 未经过许被吸引机的 原本ได对ским 热烉声